原标题 刚从银行取一百万就被凑一百零二万 扫头竟是外甥女 怨恨舅舅不借给四万元 他就伙通姐姐偷走舅舅办公室里的一百零二万元 这是说出来 听者无不惊讶 盘警公安侦破两千零十七 十 二十特大盗窃案被偷走的一百零二万元 在车库卷联盟上被搜出 一百零二万元被偷 谁干的呢 10月20日下午二十十五分 盘警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街道某司企业主报警 称其在盘警市新龙台区某公司二楼办公室内现金一百零二万元被盗 案发后 盘警市公安局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以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升海清为总指挥李鸿伟副局长为副总指挥的专案组 调集精干警力开展侦破工作 经过缜密侦查 专案组发现案发现场位于二楼室内翻动较大 但目标明确直奔偷钱去的被盗的一百零二万元现金中有一百万是十九日下午三十曲刚刚放到办公室里的准备第二天用钱知道巨额现金在办公室存放情况的人非常少 占案组确定该案为企业内部人员所为排除了外来流窜作案的可能 九个小时后锁定内部作案人 时间在分秒的流逝 九个小时过去了 侦查范围再逐步缩小 侦查民警发现该公司负责打扫卫生人员王某华 女六零岁 具有作案条件和作案动机其嫌疑度直线上升 当占案民警找到其了解情况时 王某华说话前言不达后语 神情紧张 针对种种疑点 占案组民警对王某华进行政策攻心 经过大量耐心的工作 10月21日8时 王某华终于交代了其伙同其弟弟王某 先盗窃现金一百零二万的犯罪事实 舅舅没借四万 姐弟两心生怨恨 王某华是该企业老板的外甥女 被舅舅安排在公司做保洁工作 其丈夫负责打羹 两人平时就住在办公楼里 为时要偷走舅舅这要些钱 原因让人惊讶 盘警是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全国百家刑警赵光全称参与 此案的侦破工作 他向记者介绍了案情 王某先交代 他觉得舅舅平时对手下人比较大方 给的待遇比较好 对自己家人反而有些抠 有一次他想向舅舅借四万元 但被舅舅拒绝了 还批评他要靠自己努力过日子 不要总靠别人 王某先对这些记恨在心 就把这些汉姐姐王某华说了 要说舅舅平时对家里亲戚都不错 起码安排了王某华和丈夫在公司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这姐两对舅舅的照顾不领心 反而心生恨一群鸡暴富 梯子太矮 没能爬进二楼偷钱 王某华熟悉整个办公楼的情况 更知道舅舅把办公室的钥匙放在哪里 所以两人密谋偷钱泄愤 10月19日下午30时 舅舅取回来100万元 就放在了办公室的茶几上面 一个装离的空箱子里放50万 一个装大早的空箱子里放50万 因为办公楼平时封闭的比较严实 还有专门打羹的人 外甥女一家还住在楼里面 所以没有把钱放在保险柜里 王某华言瞅着舅舅把钱放在了办公室里 就把这事通知了弟弟王某先 19日晚12时至20日一时之间 王某先扛着一个梯子 想爬进二楼办公室偷钱 但没想到梯子太矮 购布着二楼的窗户 王某先就溜到姐姐住的房间前敲窗户 王某华出来后得知从外 面进不了办公室 制造不了外贼偷窃的假象了 于是就去找办公室的钥匙 平时舅舅把办公室的钥匙放在那儿 王某华是一清二楚 他来到卫生间挂衣服的挂钩处 随手就把办公室的钥匙从衣服兜里拿了出来 两人进到办公室 除了把刚刚取回来的一百万偷走 还把散放在其他地方的两万元也一起偷走 得手后 王某先跑回城乡街河部的住处 他把一百零二万元藏在车库门卷联门上的空隙处 舅舅知道是外甥女和外甥把钱偷走的 伤心后悔就不用说了 盘警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赵光说 人心不足呀 平时给你两块糖 你觉得挺好挺甜 过两天突然就给你一块糖 你就觉得被亏待了 姐弟两头就就一百零二万元 这事和给糖家比喻是一样的 来源 老神晚报 责任编辑诗经